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国君 之前带大家看过很多小说改变的影视作品 但是能改的靠谱并且被大家认可的作品还真的是不多 正好最近有一部漫画改变的剧吸引了我的注意 毕竟翻白小说是照着自拍,可能难度比较大 这回是直接照着图拍应该不会太难吧 但没想到这部剧一上线就经历了好一番兴奋血雨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部讨论度齐高的2.75次元古装大女主剧《长歌行》 这部剧虽然设定在了大唐初年 不过剧情很多都是虚构的 故事开始于一场不同民族之间的球类竞技运动 说有个草原部落派使者来长安拜访 非要跟大唐来一场别开身面的足球竞赛 但其实他们是想探一探大唐军力的虚实 虽然不知道足球比赛和军力到底有什么关系 咱们姑且认为这是一项能够考验身体素质的活动吧 不过比赛的时候恰好两队都有一个队员受伤 我们的男女主角就分别作为两队非原装替补队员上了球场 我们的女主是当今太子李建成的独女 这个男主是草原部落的特勤 也是可汗坐下最牛逼的军队首领 他跟着使者来大唐就是为了探探大唐的实力和军情 在女主女扮男装上场之前 大唐球队还处于劣势 毕竟人家来自草原的队伍 平时吃的都是高蛋白 从体质上跟汉卓就有基本的差距 不过这个女主一上场战局立马就不一样了 他迅速给大唐代表队安排了战术 最后果然反杀了草原代表队夺得了足球冠军 我们的女主作为一个皇亲国戚顽固子弟 她的生活好像一点烦恼都没有 可作为主角怎么能够没有点国恨家仇呢 这不 玄武门之变就来了 某天女主他妈借口有事非要把她送出城 但是女主敏锐的感觉到了一丝丝的不对劲 等到她跑回家 就亲眼看见二叔李世民双手带血的从屋里走了出来 女主亲妈也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而且她还在亲妈的尸体旁边 捡到了女主曾经送给李世民的小宝剑 这下女主误了 从小教了她文韬五六的二叔 竟然就是杀母仇人 原本女主还想跟闯进来的叛将比划比划 但是老婆人哭着喊着让她走 毕竟留得青山寨不怕煤柴烧 女主就赶紧跳窗逃离到二四元世界了 这种表现手法我真的是第一次见 女主被追捕然后落水 整段戏都是用动态漫画的形式来表现的 连动画都算不上 虽然《怪侠一只眉》也在电视剧里面插入了漫画 但是用漫画过渡和用漫画表现剧情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吧 在亲历了玄武门之变之后 女主作为前太子的遗子 不得不过上了躲躲藏藏的日子 不过逃跑的时候 男女主是必然会偶遇的 弱大的长安朝 怎么总遇见你 这话说的还不是为了谈恋爱做准备吗 后来女主为了给亲妈报仇 还去刺杀李世明来着 那当然了 学过历史的我们都知道她肯定是失败了 不过她在逃走的时候 还把太子喜给顺走了 这个太子喜是啥呢 那是历代太子的水印啊 这下李世明赶紧派人搜尘 不过女主心里也有数 这长安肯定是不能呆了 得去幽州找清洁的旧部 来搞武装反抗 不过这出长安的长途路线只有一条 而女主偏偏就没有啥反侦查意识 到底还是走这条路 果然就被追赶到了悬崖边上 现在前有破桥后有追兵 不是鱼死网破就是拼死一搏了 我以为她会纵马一跳跳到对岸 没想到她纵马一跃就挂到了桥上 马做错了什么 这么一直挂着也不是个事啊 总得有人来打破尴尬的局面 于是一剑射下 女主就又从现实世界 调到了二次元的洪流里 怎么一有入水的戏就得用漫画题啊 合着这部剧是在萨拉沙漠里面拍的吗 是水不够用还是怎么的 而男主这边也出了尘 恰好也打算去幽州看一看 怎么就在河边打水的功夫 就捡到了顺流而下的昏迷女主 接下来的剧情就很老套了 拔剑 碰胸 我操是女的 诶 懂得都懂 不过有一说一啊 这个剑是从身后射进去的 隐瞒下了自己知道她是女孩的事 后来这两人又在同富客栈的屋顶上 弹心看月亮 而且聊得非常投机 大家都知道这种套路啊 古装剧的女主 一般都会从高处掉下来 然后被男主接住 本来我想的这回两人都在屋顶上 我看你怎么接 结果没想到 从这些细节里面能够看出 男主对女主是有好感的 但是女主却满脑子都是为母报仇的事 他想用太子水燕 劝他爹的幽州旧部起兵反抗李世民 不过他还有点耐忆了 这些幽州官兵的确不想跟李世民一伙 那是因为他们早就想跟草原部落一伙去了 这下女主又忙着搬救兵解决幽州叛乱 毕竟在家亨面前 他还是优先选择了去守护大唐的国土 之后女主又跑到了朔州 而草原部落正巧也打算派兵去打朔州 这些男主在荒郊野地都能偶遇到 区区一个朔州城里当然也能碰到面 正好这时草原部落大举进攻朔州 作为观众的我们就看到了一场 别开身面的二次元战争转播 当时城楼内外暗藏了三千名工农手 不仅没有人出现在战场上 这个战场的画面甚至是别人口述的 不过这次二次元画面稍微有点进步 起码这个将军还顶着个漫画滤镜出镜了一下 不过这么拍戏实在是有点偷懒的嫌疑 文系靠眼武系靠画 那我直接都看画出来的不行吗 大场面部拍可以说人手不够 就连之后唐军带一点人去偷袭 也是二弟的样子 怎么整个剧组家让群演和马都不够一百来人是吧 后来朔州的一个好官 被另一个更大的坏官抓了起来 而且这个坏官还想不战而降 前面我们就说了 女主是会把国家的事放在最前面的那种人 投降的事怎么能干啊 于是她就集结了好官的手下 做了设置和埋伏 就等着草原部落来调出陷阱了 再看到寒沙震天两军对垒的开头 我真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12级了 终于能够让我们看到人和人打压的画面了吗 果然动态漫画可能会迟到 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2.75次元的剧也成不起我 这个剧呢我看了12集左右 女主不恋爱脑专心搞事业 也能够看得出她的成长 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情节 在设定下也能够自圆其说 虽然男女主的CP感不是很强 但是小白兔公主和大灰狼侍卫这对付CP也很香了 至于这部剧的划分呢 那就因人而异了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这部慢改2.75次元剧 我们下期再见吧